大家好,我现在在大广高速上面 现在在这个固安县的牛驼服务区 我下来上个厕所,顺便休息一会儿 今天晚上赶到北京 今天晚上的任务就是在北京住下 所以说也就不着急了 这个服务区停的车特别多 有很多这个货车司机 累了在这个停车区休息的 也有这个长途大课车 让乘客中途下来上厕所 我带大家转转这个 转转这个服务区 所有的服务区都差不多 外面的这个区域是这个大卡车的这个停车区 里面的是这个小客车的这个停车区 现在呢,国家电网都在高速上 布置了这个纯电动车的这个充电桩 像这个区域就是啊 这儿电动汽车充电站 所以说现在纯电汽车也是一样可以这个跑高速的啊 只要是服务区多的话就OK啊 前段时间和一个朋友去这个看了两款纯电汽车啊 看看是不是现在这个 呃,性能怎么样 续航怎么样 看了看啊 然后那个卖电动车的那个 啊 4S店说 现在高速上全部都有这种这种这种充电桩 实际上 只要是服务区足够多啊 那纯电动汽车现在一样可以 跑高速啊 这个服务区 停车的人还是非常多 前面是这个小客车停车场啊 很多私家车 就停在这个区域 我带大家转一下吧 转完我就继续出发 呃 私家车停的也是非常多 这儿还有一个卖布鞋的 只不过今天没有出摊 这有卖水果的 这是一个冷眼冰激凌的一个摊位 正心鸡排 特色包子 这是工艺品啊 有没有工艺品的 这个高速服务区 都有卖这些工艺品啊 玩具啊 这些东西的啊 都有 这个是餐厅 啊这个服务区 它的厕所在 在这个地方啊 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 风车 两组风车中间 那进去啊 是超市和厕所 这个风车一转还挺漂亮的啊 大家拍一下 现在风不是很大啊 所以 转的也不是很厉害 前面是 看这块的风车 可能这个地方比较通风啊 没有楼房挡着 刚刚转的很厉害 前方是这个加油站 过了这个服务区 我在大广高速上 再往北京的方向走 就没有这种 可以吃饭 可以停车 然后可以这个加油 可以维修这样的 服务区了 咱们在高速上 下高速的时候 它都有那个 服务区的那个标志 一个加油 一个维修 一个停车 一个吃饭 那个标志 再往前就没有这四个标志 全都具备的 这种服务区了啊 再往前走 可能有一个是可以停车的 有没有加油不知道啊 反正是至少是可以停车 能不能吃饭 也不知道 我刚才好像看到 是只有三个标志啊 从这就可以加油 加完油就可以从这出去 继续上高速前进了啊 后方呢就是停了 这么多车 那边停的大卡车非常多啊 司机都在休息 赶路也非常累 希望大家都平平安安的啊 休息好再上路 好就拍这么多吧 我也出发了 谢谢大家啊